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習近平那樣的人 你看他一向就是個肥佬 肥佬 西果 他們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沒東西吃 真是吃很窮 所以我也看到大陸這些人多 那些人發了大陸的人多 但是跟著現在有機會了 真是狂吃 下面那些人當然是找一些最好的東西給他吃 忍不住的 所以你見到他一會兒肥 跟著醫生當然說不行了 你肥了肥人當然是糖尿病 跟著他上次還受了傷 中風那些問題全部都是吃出來的 當然不讓他吃 所以你見到他一時瘦一時肥 醫生叫他減肥 彭麗媛那些當然叫他減肥 但是他忍不住 一出去旅行就拼命吃 實際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中國很多已經的問題你見到 所以那些人很多時候 那些男人尤其是發了一疊那些 很早就死了 不是中風心臟病 多數就是吃壞了 而且在大陸吃的那些東西裡面 那些調味 那些肉那些簡單單單 什麼日雞 鴨那些簡單 用什麼調料 沒有人講得清楚 廚房那個人亂來的 那些質量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告訴你 看他的樣子一時肥一時瘦 全部都是這個 控制不了那把口 不過這個是很正常的 還有其他 你看他上次中風 真的是中風 肯定是中風 全部都是吃出來的 這些真是心路血管的事情 其實是不是他那個病 都很難說 維持一個良好的健康狀態呢 當然他肯定是最好的醫生圍著他 一天那些人 一天檢查幾次的 又要壓牙 嚴血 一天檢查幾次 最好的醫生 你說有什麼事 真的什麼器官壞了就換了 是吧 沒有東西不行的 捱到的 但是他的身體好 又不會 就是又未必會暴斃 這件事我就不想 但是壓力就大到不得了了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沒有人解決的 真的沒有人解決的 他那些收的錢 政府收的錢 或者企業收的錢 連給利息都不夠 這件事整件事怎麼樣呢 就是習近平上場的時候 十二三年前 那時候經濟好像好得不得了 中國 全世界又說那些GDP 那GDP它又加了 又加多些 又說9% 又說保百 哪裏有這麼高 那這些這樣的東西 令到整班全世界 包括它自己 包括中共自己 真是信了 信了它就快要超過美國了 東升西降 它信了呢 做生意的人都一樣 見到嘩嘩市這麼好 嘩 我不如投資多些了 我去遮賣錢來投資了 整個國家就是出了一件這樣的事 國家有借錢 中央有借錢 地方政府有借錢 國營企業有借錢 一路借錢呢 遮到那個遮都飽了 遮來投資 遮來買樓 遮來買股票 以為將來就不得了了 中國真的會超過美國了 個個都這麼想的嘛 那就借到盡了 誰知道 第一 那個所謂增長是假的 現在GDP全部是假的 大家知道 你們相信我 你們不會相信這幫人 因為我真是 因為我知道那個 我認識那個人統計GDP那個人的 那個人我搞定了它 所以我清清楚了GDP是什麼 那些人都搞定了 全世界很多投行 為什麼那個羅奇 說香港玩完了那些人 那些人告訴你 他幫Morgan 虧了很多很多錢 又是投資下去 接著跌到一頭套 很生氣那些人 當然在美國 虧了本來不用槍斃 不用坐牢 但是他根本你看他的樣子 他就是看好中國 波命這樣投資下去 今次中國虧的錢 不得了 等於香港一樣 香港也是以為樓價永遠都不會跌的 今次計出來 每個月不見七十多萬 每個人要跌七十多萬 跟大陸也沒有一樣 只剩下的情況 等於賭錢 你以為自己一定贏的 那就波命下絕了 誰知道 全部都輸了 現在整個中國就是這樣的氣氛 那你最慘的 人們虧了錢 主要是在哪裏呢 主要是在銀行遮的 你說買樓 買樓你去給 算你給兩成就好 你給兩成首期 那八成誰給了 銀行給你給了 現在銀行不碰到的程度 一頭一頭一頭 為什麼你看到一千多高級管 高級那些高管 銀行高管 即辭職 哪止一千 五萬就差不多了 所有銀行辭職 沒有 銀行裡面沒有錢 人家存了錢在你銀行 人家拿錢你給不回來 只是這件事你都不知道怎麼辦 接著的錢呢 銀行拿了別人的存款 借了出去的 譬如借了給恆大 有沒有收回 當然沒有了 這麼多 恆大只不過是1% 你拿恆大成100倍 就是所有的企業借的錢 哪裏還 每天人來銀行 就是去銀行 好像我們私人去銀行那樣去提款 不要提多 最多提多少 每次最多提多少 幾千元 每次給你看幾千元 已經很多了 接著那些公司傳了錢 那些大錢 傳了一億 在那裡 又來追你的經理 那些不來追你下面櫃桌的人 接著那些 很多人擺了很多錢在銀行 有些真的有錢人的 那些公司又借錢在銀行 那些大的國營企業 又是存錢在銀行的 不借 各個的那些有流動資金 拿流動資金都拿不回來 不要說全那些大錢 所以銀行的壓力大了 因為基本上是辭職 如果我說他辭職 那些人原本銀行的系統 就是由朱鎔基時代 記不記得那些時候朱鎔基說我來做 我來做人民銀行的行長 他來做行長 那他整批人的 朱鎔基啊 王岐山啊 他整批那些人呢 就那批人 那些人都算管得不錯 當日的中國銀行管得不錯 你說銀行不見錢不是那麼多 銀行貪污啊 有 有貪污 就是你給錢我借給你 我借錢給你 但是銀行就沒有損失 就是借錢那個人呢 就要給好處給經理 那些是私人的問題啊 他借100元 給20元給經理 但是銀行就沒有什麼損失 照樣守息這樣那樣 但是現在的問題呢 銀行追不返債 而且那些老百姓就拿錢了 那個是你提款的 你提不到 給不到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銀行 照愛國規矩來說 已經倒閉了 已經擠提倒閉了 那日本人呢 完全發生一模一樣 30年前發生一模一樣 但是日本人是愛國的 國家叫他 你不要來提日本人是真愛國 中共那些人擠迫著愛國 那日本人真的不提 而且呢 日本政府更厲害 他不是擠迫 真是 那些日本人是自願的 自願買國債 買到很多國債 那變成政府拿這些錢呢 所有拿這些銀行來改組 那些銀行破了產 所有日本人一樣破了產 沒有分別的 這個不是政治問題 日本也是那時候 30年前以為呢 他又要超過美國了 沒有一樣的事 寫一本書 Sony 大家知道 Sony的老闆寫一本書 寫一本書 日本可以說不 我可以跟你美國說不 然後整個日本就這樣想到 所有銀行全部改組 最後政府拿國債來幫他們重新改組 所以日本就是了 失去的30年 剛剛這一、兩年所謂好一點點 都沒有好很多 安倍呢 要搞一個奧運 可以大力搞氣的經濟 誰知道奧運是這樣的 碰著武漢病毒 又要取消 整個奧運沒有人去的 在網上的 你說差不多 收不到錢 那些廣告費啊 買那些去看那些票 買入場券那些存款 所以這件事一模一樣 中國 中國現在就開始買國債了 想辦法逼那些銀行買國債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這個問題不會起的了 所以你說要打台灣 那樣根本就沒有力 你打仗要很多錢 現在只是幫一下 幫一下俄羅斯都幫不了 哪裏有錢打 你要硬打 硬引一些人民幣來打 不是說打不到的 打完就破產了 打完就破產 還有它的軍事實力 跟美國差得太遠 所以現在軍事上 他打仗要很多 他現在已經花很多錢了 你看看每天二十幾個飛機 都不斷為你為你飛 又在這裏起飛 新的飛機 新的戰艦 什麼都要錢的 新的科技 又要投資人工戰艦 就是要很多很多錢 根本都不知道錢哪裏來 你說香港 遲早就是要動香港 但是香港的錢 都準備得不多 香港我估計 香港已經出了事 以前說過四千多億美金 那個儲備到底是否在這裏 沒有人敢說 如果是真的怕什麼說 當然沒有了 分不分鐘已經被共產黨吊了 吊了拿些美金給人民幣 人民幣都算是外匯的 對香港來說 所以根本整個經濟可以說是沒得救的 那些人自殺 你說那些人自殺 多得不得了 就說 跳樓 跳樓也免得 跳樓 辭職 所以你看到銀行就知道了 銀行所有問題 哇就說一千多人自殺的高官 你相信我 幾萬 下面也是這樣 坐在櫃台上被人罵 你拿錢你不給得到 當年就是搞你了 你做下去做什麼 以前可能貪惑的 不如回家 整個國家現在就在那裡躺躺 現在講難聽一點 整個共產黨在那裡躺躺 那你怎麼看呢 他最近走去什麼 陝西、江蘇這樣的地方去 什麼考察、燃調 又說要什麼 要推崇這些中華文明 站在那個佛像面前 放牛倒 拜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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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啊 他那些壓力 老實說 他這次都被人削了權 三中全會被人削了很多權 但是又沒有辦法 有權沒有權也沒有辦法 沒有錢 你今天就算給了權利 你沒有錢也沒有用 就是那個三中全會 那時候就暴露了很多問題 不是說要推翻它 只是開錢內部就說實話 現在全中國除了上海 除了上海有少少少黑字的 全中國包括香港 全部赤字 所有地方全部赤字 這些是事實來的 他報道的 這些不是我說的 是吧 香港多少赤字大家都清楚了 全中國的 而且可能補少了 那你做官那些 在三中全會那裡 當然是拿問題說出來 不是怎樣 自己背鍋 個個都這樣說 那他就頂信了 就是中鋒 真的那次絕對是中鋒 所以就不是一定不開刀 你跟他血塊 血塊上腦 又跟他走回去 不是爆血管 是中鋒 就是有一塊血塊 這些人呢 血管裡面很多那些 你知道那些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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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上的那些 那些血塊 是由這裡走 多數就是這樣 走了上頭那裡 那就中鋒了 中鋒呢 他們現在的新的技術 就可以用以尾創入去 拿東西抽走 或者打針下去化解了它 這個就是現在的什麼事 現在的技術當然是高了 這些是輕美中鋒 都不是的 如果你沒有這些技術 分分鐘也是會死人的 但是共產黨是沒有神論的 他去看神像 說拜神 這個怎麼說得過去 共產黨是最迷信的 我在北京 在上海認識的那些人 中國人 沒有變我 幾千年的中國人 個個都這麼迷信的 老實說 香港人都很迷信的 你看看王大仙 幾個人去擺 中國人的迷信的習慣 是沒有改過的 為什麼呢 他們控制不了那個情況 所有 以前是皇帝 現在有共產黨 就是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生活 全部是我靠外來的 不是靠自己的 永遠都要靠外來的 打仗啊 換朝代啊 那他就要信神了 如果什麼都要靠自己的呢 就沒有這麼信 不是說不信 他另外一種信法 不是迷信 就是一種精神的信 又不同 有些距點 為什麼迷信呢 他因為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就變成要靠上帝保佑 信神都是一種可以說一種真正劑 吃了之後 我沒這麼害怕了 神保佑我了 我不用每天 我可以睡得著覺了 我不用這麼害怕 就是這種迷信 是一種 因為中國 永遠都不穩定 你看到幾千年歷史 整天都是災難 不是災難 不是人禍 就是天災 搞到最後那些人說 不如希望上天保佑 保佑了之後 燒了香 擺了神之後 就覺得他人是穩定的 實際這個 那時候沒有那些鎮靜劑 現在是靠那些 現在給了一顆鎮靜劑 你不用怕 不能再搞 就是這樣的事情 實際習近平說 他這張壓力 根本就受不了 你看到他的身體這樣 神介肥 知道這個人的失控 跟他十幾年前相差很遠 但是十幾年前他走路 你看到他很精神 跟現在相差多遠 這個就是 天天都是問題 沒有問題誰會找他